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验室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城实验室带来了电影摄像机 改进了留声机 录音 静音和电影 以及涅铁碱性虚电池 托马斯·爱迪生在西奥兰治的家园 和在新泽西的研究室 和他住的维多利亚豪宅的格伦蒙特 今天都被保存下来 作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个单位 托马斯·爱迪生是国家历史公园的一部分 1886年 爱迪生购买了格伦蒙特 明年开始建造他的西城研发中心 在接下来的44年里 爱迪生利用他的实验室进行电力、化学和冶金研究 这些发明被开发出来 一旦完善就在围绕研究实验室的工人、工厂、大厦进行批量生产 在西城开发的产品中有 爱迪生叠式唱机、改进的圆筒留声机、Edifon、 涅铁碱性虚电池、动态影像系统、动力线、改进的发电机和电表 以及Editract系列家用电器 世界上第一座被建成电影工作室黑马利亚的建筑 是1893年至1903年的实验室的一部分 由于疫情的影响呢 工业园的内部被禁止入内 现在我们只能在实验室的外部参观 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了什么吧 游览托马斯·爱迪生的家和实验室是一种时间倒流 回到机器由皮带和皮带轮运行 音乐在留声机上播放的时代 对于游客来说 这些建筑物反映了他们曾经开始工业的证据 发现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永远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托马斯·爱迪生国家历史公园的博物馆、藏品 迄今为止是最大的爱迪生相关材料单体 他们是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作为发明家、制造商、商人和私人公民60年失业的产物 这些藏品分为三大类 有历史文物、档案和自然历史 包括实验室和格伦蒙特庄园的藏品 持有的庞大规模是艰巨的 目前历史收藏估计超过30万件 档案约有500万件 自然历史收藏包括从Glamont-Eastate搜集的自然标本 作为1995年植物库存的一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托马斯·爱迪生国家历史公园答案馆 保留了大约500万页的原始资料 记录了托马斯·爱迪生的生活和工作 包括爱迪生的个人和商业信件 实验室笔记本、法律文件、专利记录、工程图纸、制造财务记录、广告和销售材料、工资记录、历史照片、商业目录、月谱和爱迪生员工和家庭成员的论文 爱迪生国家公园包含了爱迪生实验室博物馆和爱迪生故居两个部分 完好保存了当年爱迪生工作、生活过的建筑、室内布置和各种设备、发明的样机等 给当今着重创新、改革的潮流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迪和借鉴 爱迪生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占地超过百亩 有七八栋红砖房组成的看似上世纪出风格的厂区建筑群 今天开放的不到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还有一大半在1914年12月9日下午由于电影胶片引起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即便如此,留下来的建筑作为世界最早的科研中心的规模 已经是令人瞠目结舌了 这里边的历史收藏包括实验室家具和设备 包括技术和科学设备、商店机械、办公室和图书馆家具、库存、原材料和化学品 还有制造商品与制造品研发相关的材料 由爱迪生和他的同事和企业生产 还有留生机 包括1877年至1880年的爱迪生西伯留生机 1887年至1929年的爱迪生原著留生机 还有1912年至1930年的爱迪生唱片公司 1905年至1970年的爱迪生录音机 以及1890年至1920年竞争对手的留生机 留生机零件 还有包括电器照明、配电和电力设备 包括白制灯、发电机、保险丝、绝原子、仪表、电机、开关和变阻器 还有广泛收集的最早的灯泡 包括电影摄像机、投影机及相关设备 包括圆形和实验设备 其他产品和创新包括 Edicraft电器、电池、水泥制造、矿石研磨、橡胶提取、电话和录音设备 由竞争对手的制造商和当代发明家制造的 与爱迪生、他的同事和企业生产的商品相关的商品 还包括一些历史植物、历史植物标本、考古学系列 包括建筑和工业用品 还有一些稀有书籍等等